我们又回到一个跟艺术家创作有关系的问题上面 通常我们会遇到两种不同的艺术家 可能这个也跟性格有关系 有一种他就很喜欢到处去搜索聊天 跟朋友喝酒 然后艺术家一碰起来就是聊艺术的问题 很深刻的聊艺术的问题 但也有一些人的话就觉得不屑 为什么要聊这个问题 我自己关起的门来做我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就不停的在创作 我就是可能是最牛逼也不一定是这样想 就是说我就不想花这么多时间在这个搜索上面 就搞我自己的创作就好了 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其实两种状态都有都对 或者说是一种状态两种状态交错进行 首先我要生命一点 不是生命的 大家也可以看到很清楚 其实绝大多数的艺术家 都是很会过程的生活 那是的 很会享受生活 对巨大的创作空间 然后生活创作一体的这种 这是第一个现象 第二个现象呢 绝大多数艺术家最不想谈的就是艺术 啊 什么时候谈呢 这个除非必要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聊艺术啊 好好好 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焦虑的人 他们每天生活在焦虑当中 特别是一些很当代或者很轻微的艺术家 他们除了聊这个没别人聊的 啊 对一抓着就聊 一抓就聊的 我碰到不少这样的问题 有时候我有点害怕 抓着我就 他就不觉得这个聊各种 艺术理论啊 啊 这个我在九十年代碰到一些重中文的前卫艺术家 我都怕 一看了我就开始聊 聊 经过中文翻译的黑格的美学 而且讲起来没有句号 滔滔不绝 哈哈哈哈 我听了听傻掉 有这样的艺术家 啊 同时呢 为什么我说都有这样的状况呢 其实 其实我们拥有平谱的观点来看艺术的话呢 很大程度上 其实艺术就是个干活的时候 嗯 把这个事干出来 干的有质量 嗯 如果你是一个 雕塑家来指挥一大堆人跟你干 像欧洲历史上的罗本斯一样 巨大的工作法 一大堆学生跟他合法 其实不是罗本斯 我们现在知道罗本斯 也是这样的 会有自己的公司叫罗本斯公司 对 中国也有很多 罗本斯公司 中国也有很多 对啊 特别是我 我的原来的广美的专业 这个雕塑专业 雕塑专业 对那时候就是 很调侃的说就是 啊 当然当然其实西方也不完全是这样 他可能说西方的话呢 雕塑家呢真的是 拿着这个锤子跟枣子来做的 这个中国的这个教书家呢就拿手指来做 哈哈哈哈哈哈 是啊有这样的情况啊其实都是徒弟做的或者学生做的 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艺术干活的情况 嗯 我当年学艺术的时候呢 这个有几句著名的名言啊 今天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了 这个这些名言如何当以后慢慢就会破解掉了 嗯 比如说关于油画油画的色彩秘密 这与暗部啊这就会很深刻 当后来想通了 啊 另外一句名言就是 一件 艺术品或者说一个从事艺术的人困难的是开头和结尾 哦 中间只需要埋头骨干 啊 中间不断干 但是干到什么时候才叫结束呢 这个也有道理 就是说这个画到什么程度 这个教书做到什么程度 或者这个作品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嗯 才叫结束呢 嗯 据说自己是天才 嗯 当然如果开始也是天才 中间只需要埋头骨干 我是这样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 艺术是个干活的事 嗯 我们再把这个分类做下去 嗯 越是某种强调技巧的 艺术 嗯 干活的成分就越浓 哦 我不能打搅一个 工笔画家 精心的去画一张工笔画 对 他把这张工笔画画完成 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甚至是半年一年 嗯 不奇怪 嗯 嗯 当然大写一就不是这样 据说著名的画家范针 十几分钟画一个 啊 啊 流血作业 大写一为什么能够哄人骗人 就是因为他太快了 您别说画画了就好像啊 啊之前我们说到王庆松的摄影啊 他他做那个场景 他很长时间 对啊都是从头到尾自己在弄的 哇那个那个也是会花 有些他说花几年的时间 本身就是个装置是吧 慢慢来弄 这个这个这个干活呢 就跟那个你的那个劳动量是有关系 嗯 那么呢 对于很多一般的人呢 他们如果不去讨论价值观呢 不去讨论艺术所揭示的某些问题啊 嗯 不去通过这个艺术去联想一些可能的现实啊 经线看作品本身 我告诉你们 劳动量花费越大的作品 越能够感动 嗯 因为劳动量 就放在那个地方 对 你有本事 你也去花这么多劳动量 嗯 去把这个东西弄出来 嗯 所以才有一场著名的官司 19世纪英国 有一个美国在英国郁郁不得知的画家 这个惠斯勒 嗯 他画了一张文贡的业绩 英国当时第一流的艺术批评家 拉斯金 拉斯基 就批评 嗯 这张画 三家五出来就画完了 凭什么卖那么多钱 哈哈哈哈 惠斯勒很生气 把拉斯基告到法庭上 嗯 所以他损害了我的名誉 嗯 而惠斯勒的变弧词是 你看到我是 如此快捷的画完了一张画 嗯 你却没看到 我为了获了这个快捷的这个结果 画了多少年的神血 对 所以拉斯基败错 嗯 要为这个事情赔款 嗯 但是呢 惠斯勒也没到的好处 因为拉斯基太有名了 嗯 一般的人认为 你这个画就懂画福 所以呢 他好像也没有完全把他的市场车里打开 嗯 所以是可以说两败俱上 但这个是告诉我们听 劳动量很重要 嗯 所以呢 艺术家也要干活 我们要继续分类 嗯 那么对于要干活的艺术家 嗯 他就要带在家 嗯 不可能这边喝着啤酒 泡着巴 在那边跟朋友聊天 这边在画画 嗯 虽然中国的确有这样的大画家 我见过很多著名的大画家 我不说是谁了 嗯 他的乐趣就在于 因为我把它叫做正确的叫做当场辉豪 哦 对对对 我常常把它叫做当场拔锚 大家去拔锚啊 嗯 嗯 一大堆人在那里几笔在炫 炫技炫耀在表演 嗯 是吧 有这样的 你是有些也是在中国有些画家 为了告诉你他如何的了得 他还有意的 这边跟你聊天 那边就发泡 哦 但这种他也标榜了说 啊这是我背后几十年的功底啊 所以这个标榜是没有没有没有验证的 我们只能听 姑且听之吧 但是呢 艺术要分类的 嗯 当然呢 说的神圣一点 我们也都承认 有一些艺术家大可能是思想家 嗯 思想家嘛 就必须 独居 对于这个 自己的 空间里边 哦 思考问题 大家自己人家里边 居住在思考人生问题 哦 宇宙问题 哦 永恒问题 终极问题 哦 那么别人把脚发也许思考 不能进行教学 这也不能验证 哦 只能说 呃 艺术本身的丰富多样性 嗯 也告诉我们 艺术家 从事个工作的方式也丰富多样 嗯 嗯 其实 不管它是什么方式 我只能说 凡是成功的艺术家 或者我们不要讲成功吧 嗯 凡是一个从事艺术的人 他一定会逐渐地就形成自己的工作方式 嗯 这个工作方式是个程序 这个过程 你只要把这个工作方式打乱了 嗯 就一定会影响它的结果 嗯 如果一个人已经习惯于在大厅广众之间炫技 嗯 当场会好 我说的是当场拔毛 呵呵呵 拔毛的原因就是这个 当场花了就卖钱了 嗯 那么这样的一种状态 时间长了以后 我们能够相信它能够划出 非常有震撼力的作品 嗯 是吧 嗯 当然也不等于说反过来 关在家里面 一年不出门 就一定划出震撼力的作品 哦 也不能这样反过来 对 这里也涉及到另外一个 很 可以说对 现在在读的这些 啊 艺术的学生 或者是刚出来的这些 啊 新进的艺术家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 现在这个艺术的发展 它的这种变化趋势 都是很大的 审美的趋势 好像我们之前所聊到的 这变化都很大很快 如果你选择 关在家里面自己 在画自己想做的事情 可能就会跟这个 现实世界中脱节的比较大 可能你 哦 现在可能你还在画卡通一代 但卡通已经完全可能 我们就过时了 那那那那这种 也是这个问题 这也是个悲剧 就是说 一般来讲 艺术家敢潮流 很明显 我也承认 嗯 同时社会变化的速度 越来越快 以后 这个以前还是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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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一种趣味可以 这个 几十年 对对对 后来变成几年 现在有人已经告诉我了 杨老师今天已经太宽了 几个月就过了 哈哈哈哈 所以艺术家跟潮流 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嗯嗯 但是不能反过来说 艺术家可以完全不理潮流 嗯 首先我认为 艺术是一种社会行为 对 那么也就意味着 不管你从事什么样的艺术 你这个 活 你这个艺术 必须跟你所面临的社会发生关系 对对对 而且由于这个原因 艺术这个和社会的关系 还挺在什么地方 真的跟区域有关系 嗯 你在北美 那得叫北美的环境 要进入北美的这个场域 这个场所 你在中国 那也按照中国的环境 中国的条件 对 而且中国不同的 不同的 不同的 对对对 西北美也一样 嗯 对对 这边东西岸 西海岸 和东海岸 它就不能够重复 对 中国也是 广州和北京和上海就不一样 对 深圳也不一样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艺术 不仅抽象的跟社会有关系 嗯 而且它具体的 跟一个具体的对象有关系 嗯 跟受众 这个传播修的概念 有关系 跟你的社群和环境 有关系 因为 嗯 当你的艺术作品所提示的问题 越接近生活在这个区域的人们 都关心或者感受到的现象有关系的时候 你的艺术的反响才可能越大 嗯 嗯 反过来 它就会有另外的反应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艺术本身和社会的结合的程度是超过我们想象 我不相信艺术能够闭门造军 嗯 我也不相信一个艺术家为了三百年后的人来画好 嗯 然后它三百年后是成功 那都是过期的成功 嗯 反而艺术都有针对性 嗯 只有针对性的艺术才能够使它的受众被刺激 嗯 对特别是当代艺术它跟我们现实之间的距离是很近的 而且现在艺术家特别是做展览就不像以前的以前可能就是说艺术家可能要积累一大堆东西 然后呢啊要办一个很盛大的个展 然后看的人那个目瞪口袋 哇这个几十年的这个功底什么什么 现在不是现在这种就是现行的可能都都而且而且像西方也很推动 有很多这种非盈利的机构就是推动啊给给资助艺术家说你做啊 啊今年一个什么计划明年什么一个计划 然后这个计划可能是跟这个现实它是有一个对接的 也让啊普通人能够在这个现实世界上能够看到有更多接触的东西 不然的话普通大众老看啊一百年前的艺术啊 那个那个印象派啊很美好 但跟这个现实越来越没关系 所以说明什么呢 那说明艺术家这个权末啊 嗯 由于刚刚所说的原因 他应该是最敏感的一个权末 对对对 也同时他一定有超出常人所理解的或者容忍的生活方式 今天艺术已经一体化了 所以我们总觉得艺术家是疯子 那些真正的很多奇怪的艺术家他的确很奇怪 他不奇怪他就不会出这些艺术作品 对对对的 所以我想起著名的哲学家罗素 在1912年写过一篇很有名的书叫自由之路 嗯 我为什么今天记得呢 因为他有一段讲到他的未来的社会理想 嗯 他的理想是社会主义 嗯 不过是叫做他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 嗯 在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 人们自然能够享受到这个优厚的物质待遇 嗯 精神生活 但是他里面专门讲到 这个社会必须能够容忍那些像疯子一样的诗人和艺术家 嗯 他们的行为超出常人的理解 他们古怪 他们想法奇特 疯子一样 但是我们必须容忍 对对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要有这样的宽容度 还要养活他们 也许他们会给我们一个刺激 这是一个哲学家的一个愿望的说法 嗯 但他告诉我们听 艺术 加这个群容的敏感性是最重要的 嗯 特别在今天 就是因为他也有具体的 针对性 对 那么今天的条件 变化以后 评价的条件变化以后 当我们不再以 劳动量来作为衡量的话 嗯 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越来越强调 敏感 我们不再强调 投放在一个艺术作品里面的 所谓的 实践 嗯 和劳动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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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